你選上又不會落跑 台灣民意基金會當時就做了 當時也是有五成的 不是只有新北市民 是全台灣五成的人 是反對他落跑了 那這一次做也是五成 而且那個比例多了兩個百分點 所以這件事情那是一個趨勢在走的 那我現在講一下像那個盧秀燕 各位沒有發現這一次選策會的成員裡頭 沒有中章頭的人 每一個地方都有 全台灣只有中章頭沒有 為什麼 因為中章頭理論上要誰來帶領 就是盧秀燕 結果呢 傳出盧秀燕如果要跟侯友一配 對朱立人來說 我也請幾家就趕 而且現在台中一堆國民黨的議員 也準備落跑 所以這整個的對盧秀燕的陣營來說 盧秀燕想要選總統 在台中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現在就是紅派黑派兩邊的議員 都在拱 在議會也在拱 在實質上也在拱 你看那個江啟臣有多壞 江啟臣講一句 這個侯友宜最不想聽的話 他說什麼 他說建議侯友宜以新北市長的身份 對國政發表意見做一些價值表述 條工的嘛 對 他就要把侯友宜撈開了 他的意思 可是這句話聽起來很合理吧 結果江啟臣說 你如果要選總統 你也說一下國政 因為他講不出來 可是這樣的一套邏輯 如果侯友宜去配盧秀燕配上了 結果真的被選掉了 那江啟臣在台中 地方的派系當然會拱他 所以在現在這段 我再講一遍 就這些事情 朱立倫都在逼大家表態了 就是說你們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為什麼中張頭 現在這個洞控制 你這講真是關鍵 就表示朱立倫對於侯跟盧 那種被酸正副總統 對於他來講都是眼中釘 對所以中張頭漏掉 剛剛各位盤點 所有從從這個新北的 這個周期委開始 新竹邱淨淳 在苗栗的這個劉正宏 中張頭跳掉 然後台南李全教 然後高雄黃昭順 然後花蓮傅崑 然後台東是這個 他們的秘書長 這整個邏輯下來就是 他也在提醒盧秀燕 你為什麼不能假笑 你也不要想要落跑 就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對國民黨來說 現在就進入一個 要全面表態 想要參選的人 你是要靠朱立倫 傅崑崎這一掛 還是你要靠侯友宜這一掛 其實在這個民調裡頭 這個民調一放出來 現在其實對侯友宜來說 他是很緊張 你知道這個民調裡頭 如果做政黨分析 政黨分析的中間選民 是反對侯友宜落跑的 國民黨的支持者 是會支持侯友宜落跑的 這一份民調 就是那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問這個支不支持 他去跑去選總統 落跑這件事情 國民黨的支持者 支持度比較高 可是中間選民 跟這個綠色的支持者 是反對的 尤其是這個中間選民 這一次的這個 關鍵就是中間選民 侯友宜這一次在新北會 會得那麼高的票 是這些中間選民 覺得侯友宜 就跟剛才電話說的 看來就孤兒孤兒 沒那麼討厭 沒那麼討厭 就那個嘴臉沒有那麼討厭 也沒做什麼壞事 那侯友宜看到這個民調 他怎麼反應 他怎麼反應 你去看侯友宜所有的臉書 今天侯友宜什麼抓狂 我還以為侯友宜喝醉了 就是說你已經在你的臉書裡頭 做出異常的發言 一定是有大事發生的 沒有大事發生 看到這民調嗨啊嗨啊 所以這個民調就不要 侯友宜如果在這個階段 如果沒有在下盟要 我看他的民調會繼續往下 真的是持平就不會再動了 來 明信員 怎麼看這份民調顯示的 那侯友現在看到這民調 他要怎麼處理 一個提名小組大概 當中人做球給民進黨打 包括從 包括益川兄 包括定語委員 剛才已經射箭 大概射了十幾個 我們是跟何友宜射的 箭大概射到靶之外 都已經射滿了 我中槍了 還有那個縫子 不是劍縫插針 那個已經針插到縫之外了 是這樣子 我覺得說提名小組 我剛剛一直在講 不要搶了 真的不要搶了選手的光環 那選手的光環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危機 對國民黨來講是一個危機 那危機也化作一個轉機 所以逼著 侯友宜在臉書表態 侯友宜過頭跟我們說政筆很少啊 他講法大概都是好啊做事情 侯友宜願意講到這一個階段 他大概已經是 我覺得他心裡面大概已經笃定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了啦 就是說他什麼時候宣布 現在不能宣布 他現在的生物還是新北市長嘛 可是他面對這些黨內可能面臨的相關的抉擇 甚至有可能政治危機的時候 他必須要敘述跳出來表態啊 不則他會 第一個他民調下滑是因為他沒有表態 藍軍內部開始在焦慮了 因為民進黨已經定於一尊了 賴清德昨天去登記了嘛 其實侯友宜現在沒辦法跟國民黨做切割了 因為他如果要代表國民黨參選的話 他不可能切割啦 他要爭取民眾黨提名 或無黨籍提名 那不可憐 他就是跟國民黨綁在一起 國民黨怎麼樣都要概括承受啦 國民黨 國民黨榮 侯友宜就榮 國民黨好 侯友宜就好嘛 國民黨都賣 侯友宜就賣 這一定是北朝會啊 我們祕密共同體啊 所以國民黨有得分 侯友宜已經得分嘛 所以對國民黨相對有可能會扣分了 他就要跳出來啊 我覺得他要勇於承擔啦 江啟臣其實就是說 希望表達基層的意思說 侯友宜要勇敢進一步承擔 要說比較多 就是說要講有內容 他建議侯市長 新北市長身份 對國政發表意見 做一些價值表述 要有內容 你把江啟臣的名字遮掉 你不要講藍軍基層或某某某某 甚至你說 當然江啟臣 跟我不能類比吧 你說這是我講的 也是啊 所有人都期待 侯友宜要勇於進一步去承擔 落跑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都要接受 簡明選驗啦 譬如說我這樣 這個民調你們必須 也要去做因應嘛 還是像朱立倫說 不該撞他啦 我覺得還是要提出 一套論述出來 你任期沒有做滿 都要接受檢驗 因為不管再怎麼樣 譬如說議員任期沒有做完 要選立委一定要接受檢驗 這個不是國民黨有而已 你民黨有啊 你們先不要美化 不要講說任期沒做完 是任期剛開始 那不是任期沒做完 做不三個月耶 做不三個月跟任期沒做完 沒有 譬如你知道嗎 自己一定跟彭佳昀說 我們表態反對啊 我現在公開講反對啊 所以你也公開反對侯友宜嘛 這一些一定會受到衝擊 那對我還是認為說 侯友宜現階段 還是國民黨最強的候選人 之所以他民調會下滑 第一個 他沒有表態 第二個 他對於國政這一些 目前還沒有論述好 你不覺得很有意思嗎 侯友宜在今天3月16號 轟朱立倫 轟國民黨 不要讓黑金覆辟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人啊 2013年9月12號 連勝文轟馬英九 不要以為現在不是大明王朝 那時候馬王政爭嘛 轟馬英九 作為他選台北市長的鋪排 侯友宜現在是轟國民黨 轟朱立倫 來作為鋪排 另外江啟臣或者民選手 說希望侯友宜 假共寡 他有一次開始假共寡 又縮回去 哪一次你知道嗎 他講這個國際 關稅 貿易壁壘 然後自己加一個分明 加個分明 然後就說你不要 貿易壁壘是專有名詞 怎麼加個分明 壁壘分明是成語 貿易壁壘是一個專有名詞 貿易壁壘分明叫草包 這個事情是不一樣的 對 那次好像重點 馬上又縮回去好好做事情 所以如果沒有到國政的高度 硬講 倒不如授權別人幫忙講 學韓總基比較安全 對 現在的國民黨跟侯友宜 所面臨的狀況 其實非常地複雜 還包括深藍的音樂人劉家昌 今天就公開痛批 朱立倫太軟弱 也怕侯友宜根本沒為藍營 做過什麼事 來 都不要找一戰犯 你就是戰犯了 侯友宜是國民黨員嗎 他為國民黨做過什麼 講一樣給我 這侯友宜看 你再贏的話 可能總統提名就你了 對不對 然後他又不去 侯友宜說 他是有行程跑去安坑搭青鬼 他可以扯淡 要說謊 什麼話都可以講的 他是個母雞 他班長跑了 然後呢 我們打敗了 一仗一仗的敗 他每次都跑 最後他要回來 我要選總司令 你會投他嗎